撒完就撒出去了 撒完了 装完那水 回到湖中 突然就想 刚刚我又没有化石了 前一段你刚刚做过的事 居然不能忘掉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So I took that cup of water again and went outside and did it again Let the sweet dew fill the whole space And the receivers of the offering, the spirits, the ghosts And they thought 这个师父已经差不多了 This master, almost time for this master 明明刚刚,甘露续充满, 他就在用来甘露续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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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次用来甘露续充满, 我是这样子啦, 我假如忘掉第一次的化石, 我一定忘掉第二次, 我第一次忘掉第二次, 因为我离习了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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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better to do it double, 也不能说减少今天的化石, than not to do it for a day, 我有这个现象,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失智, 刚刚明明化过了, 我就问师母说, 刚刚我有没有化石过, 师母说, 你那么多, did I just do the offering to the ghosts and spirits? 我没有离你那么多, 每天在做的, 她也没有看到我有没有化石, 这个是麻烦的事, 好了,再谈这个五祖对六祖就讲了, 达摩祖师啊, 就是我们东土第一祖, 那七土第二十八祖, 达摩祖师刚刚来东土的时候, 他就是佛的一天, 他就是佛的一天, 佛的一天, 他就是大部分都不相信了, 和达摩祖师刚刚才说, 人是不信的, 他没有人信达摩, 他没有人信达摩, 所以达摩因为没有人信他, 他就跑到原洞去闭关, 说话没有人信啊, 说话没有人信啊, 他只要去面壁啊, 对着墙壁啊, 对着墙壁啊, 去打出墙壁面壁啊, 所以他面壁啊, 有九年之久, 达摩祖师面壁九年, 在岩洞里面面壁九年, 在岩洞里面面壁九年啊, 心尽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就说两只蚂蚁在他的旁边啊, 在那边吵架, 两只蚂蚁在旁边吵架, 你有没有听到吗? 蚂蚁跟蚂蚁在吵架, 你有没有听到吗? 我们都听不到, 因为你心没有很静下来, 你心如果很静, 像当我不是一样面不作一样, 心已经完全静下来了, 那个蚂蚁跟蚂蚁在吵架, 就像打雷一样, 这闻蚁如雷声, 他能够心能够静到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的面壁是有功利的, 到最后呢, 他为了起信于人, 他为了使人相信, 他才把主义的衣服拿出来, 他有主义才拿主义拿出来, 说我是第28代的主义, 是来征严冬土第一, 以那个主义中见证, 人们才相信, 噢,真的是他主义。 那么这个法呢, 这个法呢, 是以心传心哦, 是心传心。 什么是心传心? 我直接讲你的心, 就以心传心。 那么佛祖对佛祖, 祖师对佛祖都是用心印来传的, 所以称为佛心中。 这个按照佛祖讲的, 所以说佛祖的时候啊, 佛在传佛的时候啊, 完的都是本体, 本体, 也就是最重要的第一地, 叫做本体。 最重要的, 其他的庞子不用讲了, 其他的都没有讲, 其他的这个都不重要。 就是祖师啦。 最重要的那一点, 佛祖跟佛祖之间在传法, 祖师跟祖师在传法, 都是最传, 最重要的那一句, 就是传心。 所以这个宗祖叫做佛心中, 就是禅宗。 就是禅宗。 那么佛祖跟佛祖之间也是一样的, 传第一异地的。 因为传别的很麻烦, 要传别的。 很难, 想不完啦。 像我们今天啊, 要讲说, 像你问师尊, 师尊啊, 你无所不知, 知道现在这个婴儿的尿片一片多少钱吗? 。 尿布。 我们台湾人讲尿布。 叫做什么? 英文叫? 你问我这个。 你问我这个, 我不知道。 我跟佛心熟一本就买了吗? 我说, 我跟佛心熟一本来就买了吗? 他不在买了吗? 我跟佛心熟一本来就买了吗? 他不跟佛心熟一本来就买了吗? 我跟佛心熟一本来就买了吗? 不满呀? 不满呀, 我跟佛心熟一本来就买了吗? 买一大堆。 他懂得多少钱。 我不懂。 也许, 我儿子懂。 这个, Zay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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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My grandson, No diaper, Because he's five, 五岁了。